嘿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ZFounder 我是Ivan 嘿 大家好 我是Gin 今天我们要带领更多年轻人 去认识这个商业世界 太久没有做这个开头了 Gin今天要跟你聊的是 断舍离 断舍离 这个中间都少少有听过 因为有一些人 都很喜欢讲这样子的Term 对 可是断舍离 我今天要讨论的 是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精神 第二个是物欲 第三个是家 哦 哇 好像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我想要讲 而且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会帮助我们的小伙伴 其实最主要 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啦 我们在创业的路上 很多时候是需要经历断舍离的 给个例子 OK For example 我7月在resign了过后 我断舍离了我的朋友圈 哦 明白啦 OK就是 你赚什么 你失败什么 对 我觉得当你想要再做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 帮任何价值 所以我发现到 我当下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们 喝茶聊天 因为我当下的频率不在那一边 然后他们跟我讲话 我也没有什么在状态啦 所以我也在属于敷衍人的状态 我非常能明白你的心情 是 我觉得发现很多在创业的小伙伴呢 应该都会这样子的决得吧 就是来 诶 怎么我这样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不是很奇怪 我要怎么办 我有经历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当下你做这样子决定的时候啦 like even到现在啦 就算到今天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被世界隔离了一点 就是你跟你朋友出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是那个怪的人 哦 会 会 可是到现在我不会 哦 到现在也不会 我改变了 I mean 我蜕变了一点 就以前的时候啦 我有跟一般朋友的 就是我的朋友都是可以一起 打娜娃娃娃娃娃一起玩游戏啊 我觉得男生很可爱的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候呢 我就选择说 诶 我不要打工了 就是当时候那个法律科技公司 我就出来做一点东西 我就觉得他们开始有一点好像 boycott boycott或者说有一点嘲笑的心态吧 你就好啦 做创业啦 听说你要做entrepreneur 对对对 我就心想说 我当时听了我是有点尴尬 然后同时间我又不懂要怎样恢复 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你会 嘲笑我 我不懂他们是不是在嘲笑啦 只是说我不懂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语气呢 我就觉得会很奇怪 我觉得我们女生的感受 是有点不一样的啦 我在创业的路上啦 我的朋友们是不会这样子跟我讲话的 我的朋友他们会以一种 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们都不想干 我们只是出来做朋友罢了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 开始对自己有要求了 我想要的是 我的开心要不一样的 我再也不要因为 我的commission高或者是低 我的老板称赞我 我的同事喜欢我而开心 我想要的开心是因为 我的自我成长而我开心 我完全可以明白 而且我也希望小粉丝们或者说 我bong有谁的朋友 或者什么东西在看着这个视频的话 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开心啊 不是建立在于你的 支持 不同的价值观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你就是长大了啦 就是想要谈这些商业 你才觉得开心啊 我这些玩game很费 你会觉得我很费的啦 我们是不同的人 你要知道 我还是很喜欢玩game 对对对对 只是说我也很喜欢创业 我也很喜欢经商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在做这类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高人一等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高人一等 对对对 只是说我找到不同的快乐而已 所以我希望说 就Ivan带出来这个 段舍离的topic 有启发到我关于朋友圈的东西 我不是在贬低任何人 对我们只是在做一个 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 So我当下其实 有get到像Gin这样子的意思 I mean我的朋友 也没有讲我什么啦 我就只是觉得 我想要有一个安静的空间 我需要自己去想 好来我到底要走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想要 就是每个礼拜呼呼哈哈 这样出去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属于很空虚的状态 我觉得我今天又浪费了时间 我想要做回我热爱的东西 我现在好像我会 自己去录video啊 做spotify啊 edit我的东西啊 看书啊 然后想要分享给我的观众啊 这个才是我要做 我觉得很快乐 所以我们的快乐 没有分高跟低 I mean我只是觉得 我们的快乐不一样罢了 也不代表你的比较好 我的比较好 这样没有 我只是觉得 就跟今天讲一样啦 就是大家都平等 只是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想要的是 为我自己做一点东西 这个是 我觉得断舍离朋友圈啦 然后当然 在这个断舍离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了 为什么现在的人 还是会 比较喜欢回自己的 小学朋友 或者是大学朋友 因为 我发现啦 我最近就又在 跟回我大学朋友 就是有一些小聚会 这样子啦 因为差不多要过年了嘛 大家就 我们来出来这样 然后 我体会很不一样 大学朋友 小学朋友跟中学朋友 他们对你的开心 就是based on你小时候 最开心的模样 而跟你在一起的人 大家互相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他不会讲说 今天我跟你做神 你可以给我多少钱 就不会有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我以前不觉得 这个是舒服 我以前真的不觉得 我觉得就是 我们就只是 久久见一次面 句号 就没有太多感受 可是来到了今天 聊过后 我发现那部队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是 互相的真心的 为对方好 就是他也不会觉得 我要从你身上 拿什么东西 可是来到了我的 现在之前的同事 现在已经没有同事了 之前的同事 我是现在唯一的同事 唯一的同事 还有我的狗狗猫猫 然后就不一样 他们就问你 你最近在做什么 你赚多少钱 你的粉丝多少 你们的赞助商多少 你这样子做的话 会多少钱 就会问你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他们没有错 好像去interview这样 他们没有错 他们只是想要 跟我有话题聊天 因为我们也没有 从小认识到大 所以还不知道 要问我什么 可是对于我当下来讲 就是觉得 这么我跟你聊了 我也很认真回答 可是他们是不要听他 他不要听你的答案了 他为了问而问 他只是为了问而问 他并没有认真回答 然后你下次问 下次见他还在问回你一模一样问题 他根本都没有认真在听你讲话 就是走个流程 走个流程 就没有交心 就是没有在用心的去跟人家 就很险 浪费我时间这样断舍离 我就不要纠结 因为我的人是这样 由于我想不通 为什么他会这样 这样子就不要想 就断舍离他 这个是我的决定 断舍离朋友圈 然后我们就还有讲到 断舍离物欲 物欲 物欲 为什么 就是购买东西的欲望 show off的欲望 因为我相信 I mean我自己觉得 物欲就是 想要show off给别人看 表演做生意给别人看 我最近有借了 应该有10个AKPK的客户 我没有做他们的case 因为我现在没有打算要做 然后我就有去了解到他们 为什么你会进AKPK 此一点我会写这个书 你会写这个书 我会写这个书 当然是free给我的小伙伴的 就是这过后 我准备好 我会跟你们讲 这是free的 为什么AKPK 我发现到 10个里面有8个都是 因为什么 表演创业给别人看 我要租大的office 这样子 那个XXX公司 才会接受我做他的contractor 才会接受我做他的supplier 等一下客户来看到 我的office这样小 哪里会要 我们一定要在 近三角那边 租一个office给他看 然后我一定要换一辆车的 不然 那个人 是个社会很现实的 人家是不buy我idea的 你是不是在表演 你是不是在被物欲 控制着你自己 而不是被自己的热情 来觉得 我今天就是要做 这件事情 我没有讲show off不好 只是我发现到 在property agent 在很多所谓的consulting firm 他们是保持着这样子的东西 有些是 为什么我会领悟这样身 是因为我之前 有离开了一家公司 他没有错啦 因为他们要造新的人 只是对我来讲 这个已经忘记了初衷 这个是我想要表达 就是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 然后你要问你的是你有利他吗 如果你有时常在读到圣和福的书的话 利他的意思在于你有在以奉献于社会 帮助他人的情况下而去做这件事情吗 那为什么你要show off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断舍离掉这种没有用的物欲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 如果真正你能去说购买或者拥有这些资产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的show off还可以被理解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们只是为了表面功夫 对 然后骗了 不是说骗招了 这般人进来过后才发现到 当初跟你广告所展示的东西是毫无意义 你在讲这我 因为之前就是我参与他们 没有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很不好 很不好 就卖了一个饼给人家 卖了一个假的梦 假的梦 真的 然后这个是物欲咯 然后再来一个是假 好像为什么我要讲假这个东西 好像我自己在Johor的家 就是我的Johor的家人 他们的家是很多东西的 很多东西 然后我爸爸是创业嘛 就是自己都在做生意 一路以来他已经不属于创业 他已经很老了 他已经在做生意了 所以我跟你讲 那工厂永远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我就跟他讲 我就会 我回去的时候就很backtrack了 就是我不喜欢看到很多东西很乱 我就是想要 你可以sub一下吗 你可以sub一下吗 这个我过后要用 这个东西 这个我要用 那个我什么东西都要用的 可是看他们五年了 还是在那边没有用的 然后你就会问他 为什么你要这样 这过后要用 你们就是很浪费 可是我们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生存在 那个七零跟八零后 他们其实在物质 比较缺少的年代 所以我就 我会很不开心的 我回到去那个家 我会很不开心 我就觉得 怎么这样乱啊 怎么这样乱 可是最近我看开了 就是我没有帮他们断舍离 我反而就是让我自己 对这个方面断舍离 如果是 是不是你讲 对你自己的家人 不要有这样子的控制欲 对 不要去控制别人 就是好像 其实你的家不可以的 你跟我断舍离到晚 不要 可是你有没有站在 别人的角度上 其实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是他舒服的状态 为什么你要强迫别人 这个手套太好了 我领悟到是 对啊 我逼人家断舍离 这样子 我是不是自己应该要断舍离 要我逼人家断舍离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 这样 诶 我跟你讲 我的烦恼少很多 因为我每次回家 我是不大开心的 我会讲 哎呦 又要回去那个 这样乱很讨厌 我东西是要全部in order 我不喜欢乱排的 所以我的kaka 我是很怕动到我东西的 因为我就讲 不要动 你就放这儿 你也不需要整理这个书架 因为我东西是拍到美美 我不喜欢kaka 就是放一个东西放在那边 我不喜欢的 然后刚好你也记得什么东西在哪里 你就不需要再帮我重排 对 我就不喜欢 可是我发现这个叫做强迫症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 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就讲 这样子我也是属于有病啊 干嘛讲别人有病 其实自己才是有病的那个人 所以我最近上了那个课 过我反省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给你讲 瞬间你的烦恼没有了 我们在创业的路上会有很多烦恼 怎么客人不败我啦 怎么我爸爸妈妈每人在念我啦 怎么这个客人又来批评我啦 怎么我女朋友不要理我 怎么我男朋友不要理我 怎么他在骂我没有钱啦 然后你就断舍离掉这个执着 这个是我领悟到的 就是我们在创业路上 你需要断舍离掉这一些很感性的烦恼啦 我可以这样子讲啦 就你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有什么用咧 就像上一集间讲的Q&A section 他讲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 你倒不如开始问自己怎样子做到咧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 不管你在创业早期啦 你真的是没办法顾及完全不东西啦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还要去估计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的话 你真的是会不想做任何东西 然后你在你自己的创业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时候如果 我觉得前两集嘛 Ivan也有分享到 就是那个跌入谷底过后的 他有一部分呢 是如果有兴趣的粉丝们可以回去看 那集我觉得Ivan讲的很好 就是他有一个practice 就是他自己会去冥想 然后冥想的时候 他的用意是在于把你的庄助力 重新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东西 或者说你想要控制的东西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企业 或者说你要创业 那你要控制的东西 一开始就是你怎样赚钱啦 你没有得survive的话 不用再去纠结其他东西啦 你这个企业就根本不能survive 或者说你要去融资咯 这样这个就是你应该focus的东西啦 而不是今天你的 你的嘎嘎表情把你的碗放错地方啦 或者说你的衣服没有洗到啦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啦 所以断舍离我觉得他是一种精神吧 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 你总觉得到很好 你对断舍离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讲的吗 没有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身为一个创业家啦 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到了包括我自己 因为当年我非常ego 我一开始一个公司的时候 你一定是呼呼哈哈的 你想要把你的声音弄到最大声 我迫不及待把整个cheras的人都知道 我开始创业了 但是我觉得你沉淀了过后 几年现在你成熟了过后 反而静下来你才看到 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那个静下来的过程是非常可贵的 而且我觉得Jean他有断舍离很多东西 这个是一定要的 对 因为他断舍离掉他自己的ego 我发现到我们很多创业家都是会有ego 因为觉得自己在做创业你知道吗 哇 我是创业 你做么打工啊 就会这样子 我以前也是会这样 可是过后我们两个都学习断舍离掉这个精神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粉丝或者小伙伴 如果你也是在创业路上的话 你要断舍离掉这样子的ego 也要时常的反省自己 这个是我现在开始相信的东西 然后断舍离也给你一个恐悲状态吧 我觉得我发现到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认为他自己懂很多 然后那时他听了别人过后 他就觉得说 我不用再听了啊 我都懂了啊 你在讲什么东西 对 真的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别人的分享不代表说 你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时候他也是只是为了让你复盘 或者更新一下你的知识而已 那你就停啊 你也不需要说急着去反对 或者说去纠正人家 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 也损耗到你自己的能量 对啊 你就停罢了 也没有关系 OK 好吧 好 这样我们这集就到这一边了 感兴趣点击我们的subscribe 我们的ZFounder频道哦 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 拜拜 拜拜 拜拜